数数据第十三条 20. 历史没有怀音、无生 现在你要怀音生一只鸟 所以你都准备 无酒、九酒都不可以喝 一切无清晰的米也不可以吃 50. 你要怀音生一只鸟 不可以用剃头刀剃衣的头门 因为这些小孩一出胎 就整身做鸟生女的人 他要去头尽救医生的人 看见非理事人的手 60. 附近人就回家 对政府说 有一个新的人到外面前来 他的羊毛 像是新书家的羊毛 真是肯定 我没问他到哪里来 他也没有中意的名字 总是对我说 你要怀音生一只鸟 所以无酒、九酒都不可以喝 一切无清晰的米也不可以吃 因为这些小孩对一出胎 但却不跟他在地 父亲人乖巧去去报他的帮助说 现在到我面前来的人 又对我献献 11. 马路儿上去盆队 他的母来到那个人的面前 对他说 跟这个父亲人说话就是你嘛 他说 是我 马路儿上说 我你的胃硬严 我就专有宽态 这些小孩 他后来就专有走呢 13. 姚花的书家 对马路儿上说 我跟父亲人说 他一切的书 他都专心 葡萄酒所有的都不可以吃 没有酒、九酒都不可以喝 一切无清晰的米也不可以吃 既然我所反悔 他都专心 15. 马路儿上对姚花的书家说 求你让我老地 偿为你一笔一只山鱼 姚花的书家对马路儿上说 你虽然老我 我乔不吃你的米 你若他一笔稍多 就就专有姚花 原来马路儿不知道 他是姚花的书家 17. 马路儿上对姚花的书家说 请将你的名字跟我说 到你的胃硬严的时 我同时建议 姚花的书家对姚花说 你不需要问外名 外名是姚花的 19. 马路儿中一只山鱼 跟索杰在盘酒店 来选择姚花 书家担姚花的书 马路儿跟她的母亲看 看肺炎对大顶逞着天 姚花的书家在大顶的肺炎中 也要穿起 马路儿跟她的母亲看 只是我们 今天也没有将这位 跟人家说 20. 后来父亲人生一个女孩 给她好名叫参孙 小孩大人 也要发输国给她 在马合年担 就是收纳 跟她实斗的中间 也会令真感动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